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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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要麻烦你了 在料理开始之前我有个问题想要问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常常在外面有教课 那古早味料理算不算是在课堂当中很热门的菜呢 像这种古早味的话比较传统 所以很多人都会喜欢说在家里面自己做 那当然说他们熟悉的一些品项的话 在家里面做会觉得比较受欢迎这样子 也是可能小朋友也喜欢大人也会喜欢 那我们今天这道料理叫什么 叫做珍珠丸子 珍珠丸子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好的珍珠丸子你吃了之后你就会有记忆 而且会想念它 对 那里面的部分我们主要的食材是这个植物肉 我的好朋友又看到它了 植物肉 这个可能比较新潮一些 很多的吃素的朋友可能有试过那没试过 那没关系可以透过节目上来介绍一下 对 而且特别说一下就是有在健身或者运动的朋友 植物肉其实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它可以大量的食用 对运动是非常好的 对 那它里面就是豆制品嘛 就是有一些加大豆或是碗豆 里面有香菇糯米 红红的部分就是甜菜根 所以它食物就是其实蛮简单去做 然后做成一个你可以炒一炒 取代猪肉的一个效果 很棒 好 好 还有呢 那我们就是这个植物肉 再来我觉得里面的内馅加一点芋头是很好吃的 所以我就加芋头 等一下把它切丁 再来是香菇 对 那其他的材料我们就是大概做个调味 主要的话 珍珠丸子上面会裹一层糯米 是 对 那这个糯米的话 我会选用的是藏糯米 那我看这个糯米是有先浸泡过 对 那我会希望说让它把水分先吸饱之后 蒸的时候就会缩短时间 那它泡的时间就大概就是一天晚上10到12个小时 了解 了解 这个也算是一个珍珠丸子的精华 对 一定要这个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内馅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它倒下来 OK 好 再来我们把芋头切一切 芋头继续看自己的量了 那我会大概希望说把它切成小丁 OK 让它有一点口感 好 芋头我之前有学过 对 就是一定要找淀粉值高的 摸起来的手白白的蒸起来吃 才会很绵密 对 大甲芋头 对 对 之前也有切过那种水水的 那个蒸起来就不好吃 所以要买那种淀粉值比较多的 那有时候切这个芋头会熟会痒 但是你就可以戴一下手套 那会这个会痒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切的时候削皮丸 它外面会有一层 就是你碰到水就会比较痒 所以我们可以戴一下手套 OK 好 这个时候香菇 干香菇 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就可以了 香菇也切成丁 对 那香菇的话其实它的规格很多 有大斗跟小斗的 那我觉得不是说大斗就越来越香 对啊 这怎么看 那我会挑品质比较好的 那当然台湾的蒲里的香菇也很香 就可以买台湾的或者是说以你的大小去做选择 OK 好 姜 姜 不用去比 对 大概切一下 切碎 提一点点味道 OK 好 把它加进来 好 在里面呢 我会加入一点香油 一点香油 因为素食的料理油脂比较不太够 所以会加香油进来 那植物肉里面本身有油脂吗 油 里面就有了 对 还有油脂 了解 还有酱油 OK 好 那我们就搅拌均匀 好 我发现就是古早味的料理的调味 香油好像是跟这个料理的样子是密不可分的味道 那我觉得古早味它算是一个酱油的一个味道 那其实每个人定义不太一样 有些人觉得是什么油葱酥 有些人觉得是他可能自己弄的菜脯都不一样 对 但我觉得香味来源还是来自于酱油 了解 对 但我发现这样子好像湿度是够的 不需要再额外加水或者是冷温的油 不用 粘稠度也够 所以我们就大概来塑形一下 然后每一球的话 我们就像在做贡丸一样 好 每一球大概抓个50克 OK 好 我先大概让它先塑形一下50克 那做完之后都可以放冷冻了 要吃就直接退冰了 很香 其实我在这边已经闻到了 对 它这个香菇跟香油的香味 还有这个植物肉 它本身就有一个它自己独有的一个味道在 香气 对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让它塑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先分量都已经抓好了 我们在盘子上面加一点点的油 为什么要加油 这个油是抹在手上面的 好 让手有油脂 你的手就不会粘黏了 OK OK 看到我洗手的动作就知道 我要来帮你了 对 来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敷上来 然后均匀的抹一下 就可以把它放上来了 OK 平均沾上这个苍糯米就可以了 我来看一下 来 猪猪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就可以放上去 可以吗 可以 其实很好沾附 对 因为它粘性够 对 如果觉得手比较粘 就再抹一点油 又好玩 我发现跟你做菜都是可以那种 一起互动 对 就是小朋友可以一起帮忙这样子 那我现在这个摔的这个步骤 是让它表面是比较光滑 那么沾这个苍糯米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去沾粘 如果说坑坑洞洞的话 有些会沾不太到 嗯 其实你看这样 它的这个主厨的这个手势啊 就是可以把这个肉变得 这样子圆圆的 对 这我应该是没有办法 做出这样子的 可以 要练习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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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那想要问一下 如果说假设如果用其他的米 也可以办法代替吗 还是一定要用糯米才好吃 一定要是糯米会比较好 因为它蒸出来之后会白白的 那有些人是有沾什么 像是红梨麦啊 但我觉得效果没这么好的原因 是因为不够立体 不够立体 好 这个步骤呢 我们就沾完 平均沾完这个长糯米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蒸笼 这个蒸笼的话 我们把它放上来 好 蒸笼 好 平均的把它放上来 要保留一点空隙喔 它会再变大吗 不太会 OK 但只是说它这样子受热的时候 会比较好去抓那个宽度 OK 里面都刚刚好很平均耶 对 OK 好 好 包好的 在这里看一下 很漂亮耶 对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就会放到蒸笼上面去蒸 蒸多久 蒸八分钟就可以了 八分钟就好了 对 八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是我们这个 糯米是有先泡过水吗 有先泡过 再来是植物肉它比较快熟 对 好 我们就盖盖子 那蒸汽上来的时候 开始数八分钟 了解 好 我们再等这个 蒸珠丸蒸的这个八分钟的过程 等它一下 那我想要问 像今天这道料理 在你的厨艺教室里面 也是会做就是规划的菜单吗 有 这个是有放到品项里面 因为有些家人 或是家里的妈妈 他们希望可以做这丸子 给小朋友吃 所以就会纳入菜单里面 对 我想问的问题 因为就是我想要知道 学生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人 妈妈吗 还是 其实 厨师 女性比较多 女性比较 妈妈比较多 那通常有 应该是有办有颜值问题 对 有可能 三分之一大概都是创业的啦 那可能是 可能学完之后要去卖的 或是接单的那种 那还有三分之一大概就是家庭的妈妈 可能要煮给婆婆吃啊 或是煮给小孩子吃啊 或是去佛堂 煮菜给大家吃也有 了解 了解 就是可能都是自己有喜欢料理 对 对 然后也是想要照顾别人 对 还是学一点手艺这样子 对 它很棒 所以像这样子的菜单是你可能在餐桌上面 或在教室上面都会教大家的 对 快速 简单 或者是要过年的时候的年菜 也会纳入在里面这样子 对 好哦 OK 那时间差不多到了 差不多了吗 好 我们就可以开盖了 来 把你的盘子摆在这里 很大颗哦 全部变大颗了 对 OK 好 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那上面的部分 我们加一点点缀的东西 像枸杞 我真的满大颗的 很大颗耶 这是我们两个一起就会变大颗 对 不过这样蒸起来也漂亮啊 因为你看整个蒸笼是满满的这样子 如果拿上餐桌上面 对 又大气又好看 适合黏结的时候 那枸杞是为了让它摆盘漂亮吗 还是它有它的作用在 漂亮 漂亮 OK 好 再放那点香菜 让它有点红红绿绿的 绿绿的 红红绿绿绿的 感觉更漂亮 没有想到说有泡过水的糯米 只要八分钟就可以这么熟 对 你只要看到它有点透明了 就表示可以了 OK 简单又快速 OK 好 完成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真的要拍拍手 而且很香 这个糯米的香味加上植物肉的配合 其实它的味道真的是会让整个环境都香了起来 好 那我就要品尝了 好 来 那一颗 这一颗好了 这也蛮大颗的 对啊 很大颗耶 而且真的很漂亮 就是它摆盘也好看 然后整个蒸出来 我相信小朋友看到以外也会很喜欢 对 好 来 我来试试看喔 很烫喔 很烫喔 很烫 很扎实 对啊 然后我觉得里面植物肉 当然我很习惯植物肉的味道了 那如果有些人可能会怕植物肉的话 你不用担心 因为里面其实它用香菇 还有芋头 把植物肉的那一个 大家所谓的那种植物味 好像有点去掉 对 就不会这么的让你不好 不敢去吃它 对 好 然后我觉得上面的 珍珠丸就一定要有糯米嘛 对不对 那这个糯米我觉得搭配在植物肉上面 是一种让口感更好 就有一点点甜性跟嚼劲 对 还有芋头的那种香气在里 真的非常棒 很好吃 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 简单又快速 今天晚上 就可以做给自己的家人吃了 穿味的味道很重 然后我觉得里面加那个 刚刚那个是莲藕是不是 莲藕脆脆的 很棒耶 里面的口感会让它 整个层次更多 对 然后还有那个杏鲍菇也是 就是水分会比较多 对 很简单 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料理 然后很快速就可以上一道菜 接下来这道料理呢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有福了 这道料理叫什么 焦麻云吞 这也是一个算是 也算家常菜的一种 对 家常菜 对 如果你是在家里面 今天晚上想要吃点辣的 想要吃点云吞 好像解释一个很方便的 其实也可以做混沌汤 这类都可以 对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刚刚就一直在脑袋中 浮现说 混沌跟云吞到底有什么不太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台湾都叫混沌 对 大陆那边都叫云吞 但我觉得名词都蛮好听的 它其实里面的馅料跟配料 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只是说今天要做一个 比较焦麻的感觉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像云吞的概念 这样子 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的食材呢 好 刚才上一集我讲过的 这个是植物肉的部分 也是会把它加进来 对 那我会在里面加入一些这个莲藕 莲藕 对 莲藕是为了让它的口感可以 比较脆 有脆的口感在 对 好 那这个莲藕是削皮洗过就可以了吗 对 然后就把它切成小小的丁 小丁 OK 对 那有时候莲藕我们在做的时候 最怕什么呢 黑掉 对 所以会在这个我们削完皮的时候呢 让它泡一点醋水 它就比较可以克制它的氧化 对 好 还有新包菇 因为一般我看到的莲藕是不是白色 这是泡过水的关系 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算 就是微微的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它有点氧化掉 但如果说你可以泡醋水的话 它就会保持比较白的一个状态 了解 杏包菇吗 对 把它切成丁 切成丁 好 那其实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吃的菇啦 那有些人喜欢吃金针菇嘛 对 或者是红喜菇都可以 OK 我记得在上一集的时候用红喜菇 加这个金针菇 就可以让里面的很juicy 对 对 好 姜呢 我们把它切碎 切碎 也是增加香料的来源 对 那其实蔬菜就是比较多会加姜啦 那如果说你为了调味上的话 其实也可以加一些香料 对 九层糖的味道会太重 也可以 就是它也可以 好 加下来 OK 那我们做一个搅拌 直接搅拌就可以了 对 它就当一个内馅 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植物肉 它原本就有黏性 对 所以它其实就可以把这些食材 巴附在肉里面 对 好 摔打一下 为什么要摔打 让它空气可以先跑出来 然后吃的时候比较扎实 比较扎实 对 好 好的 那我们的备料已经完成了 肉馅的料 对不对 好了之后我们就准备了这个馄饨皮 OK 然后取我们大概要的量 我们把它放上来 OK 好 那四边周围的部分 我们涂一点点水 因为比较好沾黏 对 我想要 馄饨跟肥饺包法有什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好 它这样子三角捏上来 好 都捏好之后 这边有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就涂一点水 然后把它扣上来 就完成一个了 然后就完成一个了 很漂亮耶 对 然后就完成一个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包 好 然后三个角涂一点水 先对折 对 对折 三角捏起来 然后 好 这边也要涂一点水 对 涂一点水 然后把它扣上来 就可以了 扣上来 有感觉 好 我又学到一个新的包法了 对 可是在自己家里面自己也会包一些 水饺跟包子 然后馄饨就 就过云吞比较少 对 那这个的馄饨皮是小张的啦 那如果说你要包更大颗 像馄饨啊 更大颗的 我就会买大张的皮 OK 但我们如果吃这种比较川味的 是不是好像小颗的巴腐萨这个酱料 对 会比较过瘾 小颗的比较好 好 你速度好快哦 如果我给你开店 我是包的 我给你骂这个 都是关键的 好 这个也不需要再用面粉去放在底幕 好像它这个饼 比较不会沾 不会沾黏的 对 不太会沾 对 混沌皮跟饺子皮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还是只是形状吗 只是比较薄而已 了解 这个也可以做成水饺馅 我觉得植物肉实在是可以运用的料理实在太多了 对 就是无论是你要包或者是你要做肉饼 或者是你要做一般的炒菜 鲜料都可以 都可以试用 植物肉其实它是原本就熟了是不是 没有 它还是要做加热 只是说它萃取出来的东西是差不多熟 但是还是要做一个加热 了解 好 那包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锅来煮 这样子我们下锅煮要多久时间 这个很快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了 这么快 对 三分钟就可以 好 我们保持水微滚 三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 OK 那趁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来调一个酱汁 对 讲到这个其实是今天的理由 明昏所在 川味麻辣 但我在上面这样子看 就是就可以变成川味麻辣了嘛 对 据说这边有很关键性的酱料 对不对 那主要的部分就是辣的元素 我会加入豆瓣酱进来 豆瓣酱 对 好 豆瓣酱 然后呢 还有辣油 那这个辣油会辣 所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比较辣一点 就加多一点 OK 好 辣油 辣椒油 对 然后呢 还有花椒油 或者是藤椒油 这叉在哪里呢 花椒油它比较香 因为它的是用大红炮去炼出来的 所以它会比较香 那藤椒油呢 虽然没这么香 但它比较麻 对 所以看你想要吃麻还是吃香 对 有些人觉得很想要吃那种很麻的口感 对 或者是你要各拌也可以啦 对 好 然后呢 再来是香油 那这可以用代替用花椒粉吗 对 花椒粉再做起来 它的颜色没这么好看 了解 就可能有点灰灰的啦 了解 还有呢 水果醋 水果醋 为什么要加水果醋 水果醋呢 让它有点酸甜味 那也会比较清爽一些些啦 那假设如果没有水果醋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一般醋可以代替吗 可以用一般的白醋 但它的味道可能比较强烈一些 了解 好 再来是酱油 好 这样搅拌完酱汁就可以完整了 我可以闻闻看吗 可以 川味 真的一秒到川味啊 对 其实满香的 很香耶 这个蘸什么都好吃啊 这样子包其实很快 速度很快 在家里面备好料之后 料切一切 包起来好像就可以煮 三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对 假设如果现在是半夜 宵夜也是很适合 对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摆盘 就可以捞起来了 你看 其实每一颗 大小都非常大颗 有点像那个什么 很大颗的 很大耶 对 其实盛起来有很大颗的 这是大云吞吧 对 大云吞 好 你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好 很漂亮 这样晶莹剔透 每一颗都很饱满 对 这好像很容易上手 就是如果你今天像我 第一次捏云吞的话 好像很好上手 就是不会有什么 很容易失败的料理 很棒 然后 这个是什么 淋上去 淋上去 好 淋上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下一点这个白芝麻 这窗位也会上白芝麻 三分钟 五分钟就可以上菜了 而且可以放冰箱 要吃的时候就直接煮来吃 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可以生的 放冰箱 然后三分钟就搞定了 就烫一烫 然后这样淋上去就OK了 很棒耶 这个又学到了 我来尝看看 好 蛮大颗的 真的很大颗 而且真的其实刚才包很简单 真的没有难度 川味的味道很重 对 其实麻味跟辣味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可能想要吃比较辣一点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点这种辣酱进去 对 有麻 也有辣 但它这个是香的 它不是那种让你很 嘴巴会很麻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里面加那个 刚刚那个是莲藕 莲藕 脆脆的 很棒耶 里面的口感会让它整个层次更多 对 然后还有杏鲍骨也是 就是水分会比较多 对 很简单 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料理 然后很快速就可以上一道菜 然后这个又可以当宵夜也可以 晚餐也可以 或是你中午要吃个面 然后配个面好像也行 对不对 或是带便当也OK 但是带便当也很棒 真的很棒 那我今天吃完两道菜之后 我自己觉得就是会学到很多 然后也会觉得说原来料理 可以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快速 那我想请问你在教室里面 这些妈妈上完课的感受 都跟我一样吗 会是这种感觉吗 其实他们的反应是很快的 吃下去 其实第一口很好吃 他就跟你说 老师今天煮得蛮好吃的 对 或者是他们回去的时候 就会马上做给自己的小孩子 或者是婆婆 或者是家人吃 所以他们家人会觉得很好吃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子 很幸福 对 而且真的很棒 又学到了一道料理 很棒 今天谢谢 谢谢 不知道大家学到了没呢 今晚可以赶快练习煮煮看 幸福食堂 祝大家天天都幸福 下集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